韩国话题超高戏剧《眼泪女王》 于28日播出大结局 双金金秀贤 金志愿靠着精湛演技 为戏剧写下TVN电视台 有史以来最高收视率24.9% 本剧虽然正反评论两集 但剧迷还是乖乖追完了所有内容 不过 韩网28日晚间却疯传另一位 版本结局 以《眼泪女王》真正结局为题引起讨论 内容为金志愿所饰演的红海人 后来癌症复发 最终于2034年10月31日癌室 但编剧疑似发现风向不对 剧组急忙用CG效果覆盖成了另一种版本的收尾 《眼泪女王》29日被爆出结局本来是另一个版本 一名网友在韩论坛Blind发文透露《眼泪女王》另一版结局 听说是金志愿脑流复发 重新在德国治疗后 2034年死了 但因为舆论不好 最近紧急改了 所以好像结局才会这么奇怪 事实上 《日前》网路上早就疯传过 《眼泪女王》其中一幕红海人之幕 去世日期确实是2034年10月31日 推特有网友发出剧组4月16日又找了其他年纪比较大的童星补拍画面 该童星收到签名的日期为4月16日 推特上也有网友爆料做时 本来剧本设定为红海人在2034年去世 所以才会安排夫妻俩与孩子的同框画面 为小孩仍是幼童时期的设定 由于结局临时更改 剧组也另外找了年纪大一点的童星演员补拍 由于该童星演员家人 有公开收到签名照的日期为4月16日 明显就是剧组近期另外补拍的内容 《眼泪女王》真正结局疯传 为红海人复发2034年爱事 且该手帕跟正片的一样 此为网络外流的结局 红海人之幕 《眼泪女王》正片的结局 红海人之幕去世日期为2074年 但网友怀疑字幕是CG覆盖 网友也发挥柯南精神 可以从几目画面看到后置的CG效果 红海人之幕的字体 疑似是用电脑后置而成 才会变得怪怪的 另外根据日前网络上疯传的 红海人2034年去世之幕 与正片爷爷使用的手帕为同一条 因此很有可能结局为补拍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不论红海人是在2034年死掉 还是在2074年死掉 反正都是死了 这部剧从15集开始就很奇怪了 但也有人认为 编剧补拍结局的安排 还是另有其他道理 《雷之女王》真正结局29日 在韩网疯传 《雷之女王》真正结局》 《雷之女王》真正结局 《雷之女王》真正结局》